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给大家分享多层肉饼的做法 好吃又简单 吃上一顿就解馋了 我们先来和面 准备180克60度左右的温水 加入3克盐,搅拌至融化 增加面粉的筋性 分次倒入300克普通中筋面粉中 搅拌成絮状 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盖好,静置10分钟再揉一次 这样面团就很容易揉光了 抹上薄油防粘 搅拌到保鲜袋里,饧面半小时以上 现在天气凉了,用这种方法饧面又快又好 接着我们来调馅 300克猪肉切成小块 放入到绞肉机里 15个树 肉块就变成了肉馅 10秒,挤成肉泥 然后直接在肉馅里加入姜末 盐,鸡精,花椒粉 生抽,老抽,蚝油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至肉馅上劲 以上的调味料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整 锅中水烧开后 下入芹菜焯水 炒软后捞出头凉 再切碎 再用纱布装干水分 放入到肉馅里 再加入适量葱花 浇上热油 激发出葱姜味 如果有炸好的调料油 再加一点就更香了 顺着一个方向拌匀 这样馅料就调好了 饧好的面团特别软 取出面团搓成长条 分成三份 取一份搓成长条 按扁 再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单面片 差不多有1圆硬币的厚度 差不多有1圆硬币的厚度 放上馅料 铺均匀 将料头流出来 不要铺满 再把上下边缘刷一层清水 方便扎合 然后像这样叠起来 维了美观 用刮板切去两边不规则处 这样一个饼坯就完成了 平底锅预热 刷油 放入肉饼双坯 盖上盖子 焖着烙 这样熟的快 全程开中小火 一面烙至地形后翻面 另一面烙至地形 再次翻面 一面烙至地形 每面各翻烙两次 两面全部都烙成金黄色 饼面鼓起 就说饼完全熟透了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的多层大肉饼就做好了 给它切成两半 否则太大了 不好下嘴 刚辣好时 外皮酥脆 内里香嫩 层次又多 一层层的馅料 这样的肉饼 吃着真是太过瘾了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试一下吧 我们明天见 拜拜